M网信剧长版在Q简术后 便是进入了无休止的脱根 在这期间 暗炎秀明丢出的烟雾带也是不计其数 好在 既然皮肤终于是拿出了实质性的成果 为M网名呈现了10分钟的片段 最新流出片段中 三位核心驾驶员都会出现 而是美女的威廉一支小队 前去凯旋门附近收集零件的画面 结合动画珍稀波最后的话语 收集的零件将用作修复Q中收损的A网 没错 就是珍稀波现在所驾驶的8号机 手臂受损后 由于缺乏零件 最近无法修复 手臂只是可怜的由支架进行重铸 除此之外 零件也将用作新的机甲开发 配合8号机作战 面对女子他们的到来 那我这边也是派出了A1电闯机 进行主机 相比老居厂版 先居厂版的电闯机要多得多 而且每个型号的性能定位 也要明确得多 44A型号是空中型 由两个A网组合而成 444C型号电子枪型 有四个A网组合而成 装备正电子炮 当年初号机击派雷铁时的装备 但是蓄定时间要短得多 44B型号为充电型 也是由两个A网组合而成 而它所携带的电量 超过了一个日本的组合 L结界并非是首次出现 很可能是40冲击之后 所留下的高密度结界 在Q的结尾 明日香也曾提到 世界上似乎存在一个L边界 如果密度很高 人类将无法靠近 物质如果处于L结界之中 将会逐渐受到它的轻视 即便是十分钟的作业 正圆车的支角部分 也是受到了明显的轻视 在Q之后 人类研制出了反L系统 它所依靠的关键 便是飞船所停高的柱子 也是凯旋门附近 唯一没有受到轻视的物体 只不过 需要启动反L系统 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这也是绿子小分队 在前十分钟片段 一直忙碌的事宜 虽然在约日片结尾 阿眼秀明给出的时间是2020年 不过惠儿觉得 大家听听就好 毕竟哪次皮肤不跳飘了 我们反而会觉得不习惯 当然 从前十分钟爆炸的特效来看 经费已经杀出去了 所以搁浅的说法不成立 毕竟这么多经费 不是说不要就不要了 可以肯定的是 A1最终剧场版一定会与我们见面 但是时间就不好说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惠儿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